因為你要找一個躲在網路後面做創作、做漫畫的人出來跟大家講話是一件很殘忍的事 不過好在火鍋這次跟他的合作 他們會藉由表演的方式去把我的一些作品很多呈現在舞台上 其實是我非常開心的是 這次帶來台灣第一個舞台去結合網路的古文創作的一齣戲 所以我非常的期待 那其實我覺得我也很謝謝 《妖榜》跟《火鍋》跟《星光三月》能夠自己結合辦這樣的一個活動 讓我們台灣更多的創作者和創作的作品能夠呈現給大家 多客話不要太多就想到這邊 非常謝謝大家 謝謝